Hello Hello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m lost 小男孩在冰天雪地里迷了路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只会说话的岩鼠 男孩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这时候岩鼠的注意力被远处的蛋糕吸引 他立马静止地朝前面走去 男孩只能跟上这里唯一的生物 等走过去才发现那其实是一棵树 虽然不是自己喜欢的蛋糕 但岩鼠也并不觉得气馁 他告诉小男孩自己的长辈曾经说过 当你迷路时只要沿着河流走就能回家了 在岩鼠的建议下男孩准备爬上大树 却不小心将树上的积雪弄在岩鼠身上 娇小的岩鼠立马打了个喷嚏 男孩抱歉地说着对不起 但岩鼠却毫不在意 反而还感谢男孩抱起了自己 让他感觉到温暖 于是男孩先将他放到树上 随后自己再爬上去 只可惜爬到树上后依然什么也看不见 远处的一切都被大雪所覆盖 看过去只有白茫茫的一片 在岩鼠的建议下他们离开了大树 出发寻找未知的河流 在雪地里行走对于一只小岩鼠来说显然有些困难 但为了不给男孩添麻烦 他还是努力自己行走着 直到小男孩看到后将他抱了起来 他们继续朝着山上走去 远处是危机四伏的荒野 这时男孩看到了荒野之中的河流 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朝山下跑去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河流边上 男孩询问岩鼠应该往哪个方向前进 只可惜岩鼠的长辈并没有告诉他这个问题的答案 于是一人一鼠再次陷入迷茫当中 男孩抱着岩鼠来到了水面上 突然对面的草丛里发出一些声响 面对未知的恐惧他们都有些害怕 正好此时天色已晚 于是他们一致决定先回去休息 等明天准备好了再正式出发 夜里他们回到了那棵大树上 四周传来野兽的叫声让他们宛如惊弓之鸟 岩鼠害怕地躲到男孩的怀里 男孩希望自己能少一些害怕 于是岩鼠就让他在恐惧时多想一想自己的梦想 因为不断凝视恐惧并不会让恐惧消失 但是梦想会提醒我们 我们为何要面对恐惧继续前行 男孩的梦想是回家 但他也不知道家应该是什么样的 只知道自己需要一个家 这时雪地里出现了一只觅食的狐狸 他顺着男孩跟岩鼠的气味一路找不去 很快就来到了大树下面 岩鼠看到狐狸后背吓了一跳 幸好小男孩及时抓住了他 但发出的动静还是吸引了狐狸的注意 他看起来鸡肠碌碌 显然把树上的一人一鼠当成了美食 岩鼠害怕地钻进男孩的衣服里 狐狸也来到树下准备爬上去 就在他们不知所措时 远处传来了一阵鸟叫声 相比男孩显然小鸟更好对付 于是狐狸便依依不舍地放过了他们 朝着远处的森林跑去 等狐狸走后岩鼠才敢探出头来 这时从森林里传来一阵凄惨的叫声 听起来像有人受伤了 虽然男孩跟岩鼠的胆子并不大 但察觉到有人需要帮助时 他们还是一致决定要前去查看 来到森林深处后 他们发现是那只狐狸被猎人的陷阱抓住 任凭他怎么挣扎也无法逃脱 面对刚才还想伤害他们的狐狸 一人一鼠本可以选择见死不救 但他们还是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 岩鼠迈着因为害怕而不断颤抖的双腿 一边鼓励自己一边坚定地朝狐狸走去 如果我没有召唤她的狐狸 我会死你 如果你在那狐狸 你会死 狐狸以为他们是来嘲笑自己的 因此一上来就带着强烈的恶意 却没有想过别人或许是想要帮助他 岩鼠来到狐狸身后咬断了绳子 获得自由后狐狸并没有恩将仇报 他看了男孩跟岩鼠一眼 随后拖着受伤的身躯朝森林里跑去 直到这一刻他们才终于放下心来 你做得非常好 一的我们最大的自由 就是我们反应到事情 第二天男孩跟岩鼠再次踏上旅程 岩鼠不小心踩空从山上滚了下去 一开始他们还有说有笑 把这当成是一种娱乐 可随着雪球越滚越圆 很快事情就开始不受控制了 岩鼠朝着河流快速地翻滚下去 等男孩意识到不妙是已经来不及了 最终岩鼠经过一个坡道掉入了河中 湍急的水流将它向下游带去 不会游泳的男孩只能在岸上焦急地跟着 距离太远他又无法抓住岩鼠 这时狐狸的身影出现在河对岸 他顺着河流朝下方跑去 从前面进入了水里 在岩鼠沉入水底的那一颗狐狸也游了过去 直到狐狸载着岩鼠浮出水面 他才终于放下心来 狐狸把岩鼠放到岸上 被呛到的岩鼠咳了好一阵子 随后立马跟狐狸道谢 男孩跑过来将岩鼠抱在怀里 接着也抱住了狐狸跟他道谢着 但不善言辞的狐狸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离开了 之后他们继续顺着河流出发 而狐狸就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 一人一鼠都对此感到开心 可能他也失败了 我认为大家都感到失败了 岩鼠觉得家应该像蛋糕店一样 堆满了他爱吃的蛋糕 而男孩认为家应该是一个温暖善良的地方 这时他们注意到旁边的树林里站着一匹白马 男孩和岩鼠立马跑过去跟他把招呼 白马已经在森林里待了很久很久 但是他并没有迷路 只是停滞不前 岩鼠表示虽然他们迷路了 不过却有一个完美的计划 于是白马决定跟他们一同前往 岩鼠跟男孩在雪地里玩耍起来 白马在一旁十分地向往 男孩发现后也邀请他一起加入其中 他们一起在雪地里肆意地翻滚 只有狐狸独自留在远处 接着白马载着他们顺着河流继续出发 他们在地上留下的脚印还是个爱心 有了白马的加入后 他们的前进速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白马带着他们在雪地上挤持 狐狸也紧紧地跟在后面 这前所未有的体验让男孩十分地惬意 他不禁忘记了危险张开了双鼻 然而在白马越过一处小溪时 由于男孩的双手没有抓住他 直接从马背上掉进了水里 这一段应该是在告诫大家 不应该因为一时的成功就得意忘形 男孩为自己的行为不断道歉着 严数安慰他这只是一个意外 人生总是会充满各种意外 但男孩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 敢于展示自己的柔软之处是勇敢的 这意味着不再藏着掖着 能够更坦荡地去面对这些弱点 而逞强才是弱者的表现 就连一直沉默不语的狐狸也开口安慰男孩 跌倒和失败是人生的常态 重要的是要记着还有人爱着我们 它可以让我们一次次从跌倒中爬起 这时男孩在远处看到了一片灯光 那看起来就像一个家 于是一行人继续朝着灯光的方向前进 虽然狐狸不怎么爱说话 但他仅仅只是陪伴在身旁 就能让大家感觉到温暖 白马就像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 总是能明确而又温柔地 解开大家的心结 男孩问他说过最勇敢的话是什么 白马告诉他是向别人求助 有时候严蜀很想说我爱你们大家 但又觉得很难说出口 于是就会改成很高兴大家都在这里 突然天空中传来一阵雷鸣 远处一大片乌云正在朝他们靠近 看上去就透露着一股不妙的气息 于是白马带着大家开始鸡驰 雨也越下越大 这时白马发现旁边有一片森林 他决定带着大家先前往森林里避雨 树木被大风吹得不停摇摆 男孩跟鼹鼠不小心被树枝撞下来 摇曳的树木就像一双双鬼手 害怕的男孩只能躲在白马身下 白马趴下来将他们护在怀中 用身去为他们抵挡寒风和暴雨 他告诉男孩如果遇到了超出控制的困难 就专心想着眼前那些你爱的事物 纠结于无法改变的事实并没有任何作用 不如把这些时间花在你所热爱为之奋斗的事物上 暴风雨总会过去的 等到暴雨过后远方出现了美丽的彩虹 他们也从树林中走了出来 男孩发现找不到那些灯光了 因为躲避暴风雨他们迷失了方向 他显得有些沮丧 觉得前路一片渺茫 白马告诉他不应该去想未来的路有多远 而是应该想想他们已经走了多久 可男孩还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人在面临挫折时总是会沮丧 思想也会越来越颓废 但或许一切并没有那么糟糕 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这时男孩注意到一旁的白马有些不对劲 他告诉男孩自己其实会飞 之所以不再飞翔 是因为其他的马儿会嫉妒 所以他收起了自己的翅膀 成为了一匹普通的白马 男孩告诉他不管会不会飞 他们都依然爱着他 外人或许会对你的天赋产生恶意 但家人不管怎样都会爱你 在男孩温暖的话语下 白马缓缓展开了自己洁白无暇的翅膀 男孩抱着岩鼠爬到背上 随后邀请狐狸一起上来 他一开始还想要拒绝 但在大家的盛情邀约下终于接受了 等到狐狸也爬到背上后 白马开始朝着前方奔跑 接着一跃而起飞向天际 他带着大家在天空中肆意的翱翔 第一次体验到飞行的大家都发出了笑声 这一刻白马的翅膀不再是累赘 而是能为大家带来幸福的能力 他们在空中发现了昨晚看到的那片灯光 随后白马带着大家朝着灯光飞去 经过这些天的长途跋涉 男孩总算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家 但这也意味着要跟伙伴们分别了 他不舍得跟大家一一道年 感谢他们这段时间对自己的帮助 跟大家说完再见后 男孩转身朝着村庄走去 岩鼠不舍地跟了几步 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离开温暖的伙伴们 让男孩感觉更加寒冷了 身后的大家依然在注视着他 虽然不远处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家 但男孩还是下定了决心 他要回去跟大家待在一起 家不见的就非得是一个地方 只要和大家待在一起 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他们的家 家不是一间屋子 也不是几个人搭伙过日子 而是有我们所爱之人的地方 一个能让我们感受到爱与被爱的地方 那才能称之为家 这是一部很适合孩子观看的童话 里面包含了许多成长中所需的智慧 这场旅途其实是为了解答 每个人成长必经的困惑 希望大家也能收获到美好的智慧